郑大人 郑忠诚 我今天跟您说实话 如果沈医师一开始就打着制造局的牌子 去买灾民的点 那就是给皇上脸上泼脏水 是谁 逼他那么做的 等沈医师回来 我一定会问明白 沈医师将买田改成赈灾 让一心想要赶紧完成改道为丧 以遮白丑的郑比昌和茂才慌了神 好在郑比昌还算有点临危不乱的破地 吩咐和茂才前往陈安善后通窝甲岸 自己则跑到制造局 找到杨津水商议对策 杨津水自京城返回浙江 已有时日 此时正在陪同朝廷派来的锦衣卫喝酒畅谈 听到下人汇报 杨津水满脸堆笑地来到客厅 见到郑比昌说道 好耳抱啊 我前脚刚回 您后脚就到了 强调自己的前脚刚到 隐藏了自己归来术室的实情 意思就是告诉郑比昌 浙江发生的事我都不知道 我等着你的解释 看到郑比昌的模样 杨津水讽刺性极强地安慰了一句 怎么了 病了 杨津水知道 郑比昌前来的目的 就是想赶紧撇清 制造局买田的事 但杨津水不知道的是 制造局买田的事情 已经变成了制造局震灾 所以此时的杨津水 只想看看郑比昌表演 可郑比昌上来就扔出了一个炸弹 改道为丧搞不成了 沈医师把买田的粮都借给了 纯安建德两县 政绩灾民了 杨津水猛地站起身来 一脸错贺地叫了一声 什么 沈医师打着制造局的牌子 先是跑到了纯安县 把实际传的粮借给了新来的 纯安支县海瑞 截至又跑到建德 把实际传的粮借给了 新来的建德支县王永吉 再要买田 已经没有粮了 杨津水愣在原地 好久缓不过神来 不知道是该洗还是该忧 龙颜大怒 为的就是因为沈医师 打着制造局的牌子去买田 幸亏自己当时不在杭州 又有吕公公护着 才保住了脑袋 现在杨津水将粮食都震气栽明了 倒是给嘉庆皇帝脸上贴了金 但自己却成了欺瞒朝廷 欺瞒军父的罪人 郑碧昌这边则开始了甩锅大戏 都六月中了 脏苗插不下去 制造局今年五十万笔丝绸 可是订了货的 到时候拿什么卖给西亚 没有这笔钱国库里的亏空 拿什么补 到时候不只是内阁 就是公帝也得问我的罪了 杨公公 我真被这个沈医师给害惨了 说到底 郑碧昌这段话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告诉杨津水 改套为丧推行不下去 都怪沈医师 和我没关系 只是 郑碧昌的这段话处处透着威胁 丝绸生意完不成 杨津水跑不了 国库亏空填不上 杨津水也跑不了 到时候内阁会问郑碧昌的责 但宫中却一定会问杨津水的责 沈医师不光害惨了郑碧昌 也直接害了杨津水 此时的杨津水仍在错愕中 只想确认沈医师 赈灾的消息是否可靠 郑碧昌的甩锅本事明显还没修炼到家 既然护传官军是省里派去的 郑碧昌这位浙江一把手能不知道 即使沈医师改买田为赈灾 郑碧昌不知道 但是沈医师挂着制造局的招牌 前往淳安买田 不能再不知道吧 想到这里 杨津水便想到了突破口 不能让郑碧昌甩锅 更不能让他将这个黑锅甩到自己身上 杨津水打算先弄清楚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然后给自己报假消息找一个理由 事情总得有个起因吧 好好的 沈医师怎么就会把粮食给震了呢 我们来看郑碧昌的甩锅 他做的事情都在他心里啊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如何想的 杨哥哥 得立刻把沈医师叫回来 好好问问他 我不知道 我啥也不知道 要问你还是问沈医师吧 杨津水继续问 郑中长 您说这话咱家可就听不懂了 沈医师是打着制造局的牌子去买天 你 何的人 可是亲自到码头上去送的 郑碧昌继续甩 苍天在上 他哪给我们透露了半点风声啊 我的杨公公 杨津水继续追问 那买粮的船上都挂着制造局的灯笼 你们都没看见 这下问到了关键 既然是码头相送 船上挂着的灯笼总能看见吗 郑碧昌也不含糊 既然打算甩锅 那就要甩得干干净净 杨公公 这船是制造局的 他们挂什么灯笼 那可不是我们地方官府能够管得了的 沈医师是制造局的人 船是制造局的船 人家想挂什么灯笼 我们地方官府可管不了 总之郑碧昌的态度很明确 我没看见 我不清楚 我不敢管 反正都是沈医师的责任 和我和浙江官府没有任何关系 难怪沈医师会将郑和二人评价为官场上的婊子 听到郑碧昌的甩锅 杨金水心中一阵恶心 脸上也明显有了不耐烦 也就在这一刻 杨金水决心要把眼前这个人 还有那个没来的和貌财弄了 当然 杨金水想弄着郑碧昌和貌财 就只能用一个理由 那就是他们指使沈医师挂着制造局的招牌 建卖百姓田地 玷污盛名 给朝廷抹黑 所以杨金水还得一步步来 一步步将话题转到制造局买田上 既然郑碧昌已经把责任都撇清了 杨金水就从通过贾案入手 问道 那肯定是到淳安县以后遇到什么变故了 这下轮到郑碧昌慌了 他可不敢将通过的事情捅出来 即使杨金水已经知道 他也绝对不敢承认 郑碧昌只能装作不知道 开始含糊其词 杨金水再进一步 不是说淳安灾民通过吗 原定六月初六要杀人 被那个新来的淳安之县海瑞给按住了 说有冤情 这事郑大人 不会也不知道吧 通过大汉 本就是省礼派海瑞去处理的 而且杀人的时间也是省礼定的 郑碧昌要再说不知道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没办法 郑碧昌只能先承认知道 再想办法甩锅 杨公公 这个事情我知道 传案现在您确实想握口买粮了 那个海瑞 借口没有口供 没有立案卷 就把这件事给顶住了 用意 还是要抵制朝廷改道为丧的国策 又是一波漂亮的水锅 纯安灾民通波 推给了海瑞 目的在于阻挠改道为丧 将满田改为镇灾 推给了沈一时 目的在于防止灾民闹事 还是没有郑忠诚的责任 忠诚大人啥也不知道 只是郑碧昌不知道 杨金水的目的 就是想让郑碧昌承认 沈一时前往淳安 就是去买田 而不是去镇灾 只要做出了这个事实 郑碧昌就跑不了了 所以杨金水紧接着给出了断言 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杨金水假报消息的理由有了 郑碧昌也进入圈套了 郑碧昌这才意识到 自己落入了圈套 赶紧装起糊涂 什么大牌子 杨公公 这事倒真要好好问问沈一时 啥啥啥 你说的啥 我说了我不知道 这个事你得问沈一时 杨金水再也忍不住了 索性挑明了直接说 郑大人 郑忠诚 我今天跟您说实话 如果沈一时一开始 就打着制造局的牌子 去振灾民的田 那就是给皇上脸上泼脏水 谁的主意 宫里自然会有人来问清楚 如果是打着制造局的招牌买田 就是给皇上脸上抹黑 这个锅你当着我的面可以甩 当着宫里的人的面 你还能不能甩 如果沈一时一开始 就打着制造局的牌子 去振灾 那倒是给皇上脸上贴金呢 可改道为丧 可改道为丧还搞不搞 是谁 逼他那么做的 等沈一时回来 我一定会问明白 如果是打着制造局的招牌 去振济灾民 虽然给皇上的脸上贴了金 但却也将改道为丧推向了死局 这个罪过到底该谁背 我一定会问清楚 总之杨金水旧少告诉郑比昌 不管沈一时的百传粮食干了什么 你都跑不了了 完了 被杨金水一下接了老底 郑比昌这才知道这件事情 从一开始就是个死局 无解的死局 没办法继续甩锅 他不敢继续甩锅了 只能再用自己的保留曲目 郑比昌一半真一半假的昏倒了 杨金水接连叫了几声 扔下一句 你装死后 转身离开 他得给后堂的几位锦衣卫演戏去了 原著小说中 杨金水对郑比昌还有一句交代 装死你也躲不过去 当这杨金水的面甩锅 郑比昌的算盘确实打错了